哈囉,大家好,歡迎來收看法蘭的遊戲王決鬥 我原本是想要考慮講閃刀機的 但實在太多人講解了 所以我才講些比較冷門的牌組 那我們今天就來先介紹 今天的主角,Label Twin 畢竟是VTuber牌組嘛 由我們VTuber來介紹的應該是剛剛好的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了 我們先從它的Key卡開始介紹 這兩張卡是我們Label Twin最重要的Key卡之一 因為名字有點難念 我們就用小紅與小藍來稱呼它 它的效果是 我方場上沒有其他怪獸存在時 此卡召喚特殊召喚成功的場合可以發動 從手牌牌組的Label Twin怪獸一體特殊召喚出來 等於是對手沒有斷掉你這個點的話 你就可以開始做你的Link召喚 然後再來是介紹這張大紅 當你的Link素材有小紅的時候 你可以開始做這張Link的大紅 然後我們先來介紹它的第一個效果 它的第一個效果是 場上有Label Twin的怪獸的時候 可以從牌組抽一張牌 然後結果有人問了 我開場用了兩隻Label Twin的怪獸來做了這一隻怪 但我場上就已經沒有怪獸了 要怎麼發動這個效果呢 這時候就要我們來看第二個效果了 我方場上沒有Label Twin怪獸存在場合 雙方的主要階段都可以發動 我方目的的Label Twin怪獸一體可以特殊召喚 這就跟剛剛我們說的一樣 現在我們場上已經沒有任何其他的 Able Twin的怪獸了 所以我們可以從目的把小藍給叫出來 把小藍叫出來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再用這兩隻怪 再來做一次Link 因為這兩張卡的效果都非常的像 像藍色的就是從目的把紅色拉起來 所以這一次的Link 我們把藍色的叫出來以後 就可以從目的把大紅也拉起來 然後大紅拉出來以後 場上已經有Label Twin的怪獸了 他就可以發動他抽牌的效果 再來是介紹我們大藍的效果 他的效果是 我方場上有Label Twin怪獸存在時 此卡特殊召喚者成功場合 可以以場上一張卡為對象發動 該卡片破壞 他的意思是 假如我使用大紅把大藍從目的拉出來的話 他就可以從場上選一張卡片破壞 他的第二個效果其實是跟大紅差不多的喔 只要大藍在場上 他就可以從目的把大紅或小紅給拉上來 所以你要使用大紅還大藍的效果 都是取決於當回合的狀態 你缺支援缺手牌 就使用大紅的效果 你想選擇對方一張卡片破壞 你就使用大藍的效果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完整的展開6層吧 再來我們來說說 首回合布局的收尾要注意些什麼喔 大紅大藍的效果都是二術效果 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在別人做事的時候發動 所以你在首回合要結束的時候 可以把場上留一隻大紅就好 因為你留大紅的話 下回合敵人做事的時候 你可以把大藍拉上來 然後炸別人一張卡 這樣可以做到一個很不錯的干擾 如何讓場上只剩下一隻大紅呢 你只要再做一次Link就可以了 非常的簡單 再來我們來說說Able Twin的其他怪獸吧 我們就先從他的大怪開始說 這張是Able Twin大人跟大紅一起出場的卡片 他的召喚方式是解放兩體Link怪獸才能召喚 所以這隻怪獸是不能升級召喚的喔 雖然不能升級召喚 但他還是有優點的 他可以使用非本家的Link怪來進行召喚 而且沒有一回合只能召喚一次的限定 所以你一回合可以召喚他好幾次 不是問題 而且這隻怪獸連在墓地都可以進行召喚喔 所以不一定要在手上 他在墓地也是可以進行召喚的 然後我們來說說他的效果吧 他的第一個效果是 此卡特殊召喚成功後的場合 可以發動 對方在自身場上有三張以上的卡 的話 可以直接送墓到只剩下兩張 這是由對手自己選定 場上的卡包含後台喔 如果他場上有三張以上的卡 他就只能留兩張在場上 第二個效果是 就是只要墓地有大紅大藍的話 他的攻擊力會再加兩千二 所以他的攻擊力可以到達四千四的大關 不只第一個效果可以結場 第二個效果也可以揍死一堆定場的怪物 整體來說是一張不錯用的卡片 但基本上還是只會放上一張 因為假如你放太多張抽上來都是這張卡的話 你會很絕望 再來我們來介紹一下剩下的輔助單卡 這張卡是小紅的雪人姿態 簡單來說就是VTuber的2.0 他的第一個效果是 場上只要有小藍或大藍存在時 就可以直接從手牌上特招 他的特招是屬於規則特招 所以不會受到其他連鎖 一般來說你的小藍被斷的時候 可以使用這張來規則賀招 來做接下來的link 就變得比較不怕第一動被斷的情況 他的第二個效果是 只要持卡在墓地時 對手在有發動從牌組 檢索卡片的動作 你就可以抽一張牌 是一個不錯的補充支援手段 但代價是這張卡也會被除外喔 然後既然有小紅的2.0 那小藍當然也要有2.0啦 小藍的2.0是萬聖頻道 他的第一個效果跟小紅的2.0一樣 只要場上有小紅或大紅 就可以直接從手牌規則特招 他的第二個效果是 只要玩家受到傷害時 將墓地的持卡除外 然後指定一隻怪獸 降低那隻怪獸該吃傷害的攻擊 這兩張卡的出現喔 大大幅度降低了第一動被斷 無法做事的東西 你可以把它們用來當作特招的素材 這邊放一下影片給大家來看看 怪獸的部分我們就先介紹到這邊吧 再來我們介紹他的魔法卡 這張是本家的檢索魔法卡通關密語 他的效果是可以在牌組裡面 檢索一張本家的魔法或現金 然後如果場上有able twin的怪獸 是可以解鎖able twin本家的大怪 這張卡大幅度增加了牌組的穩定性 所以都是建議投入3張喔 再來是速攻魔法 平到入口 他的效果是 捨棄一張手牌 然後從牌組特招 小紅或小藍 但是使用完畢後 只能從額外牌組特招 able twin的怪獸 因為使用的代價是丟棄一張手牌 然後本家的檢索魔法用還蠻多的 所以這張卡我基本上只會投入一張 然後是本家最強的永續魔法卡 live twin麻煩 第一個效果是 持卡發動效果時 可以直接從牌組 檢索一張live twin的怪獸 他的第二個效果是 場上只要有able twin的怪獸 對手只要做召喚的動作 就會扣出200點生命值 而我們則是加200點 這個效果沒有一回合一次喔 意思說 只要對手在眼牌 他就會一直被扣血 而我們就會一直被加血 而且這張永續魔法 是可以放三張的 意思說 假如場上有三張魔法的話 對手每召喚一次就是扣600 而我們就是加600 在這個大眼牌時代 這張卡其實會給對手造成不小的壓力喔 好大部分的卡我都講完了 雖然本家還有許多的陷阱卡 但基本上我都沒有投入 我就先不多做講解了 如果之後有機會的話 我再慢慢的研究 他的陷阱卡的用法 最後來分享一下 我在白禁場 用label twin打鐵獸的 這一段影片吧 大概陷阱卡 我們可以 capit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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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